台湾摄影师张军红他打败50多个国家5万多张的作品 就是他的这张照片拿到了国际级摄影比赛的优胜 让全世界都看见何欢山的日出之美 谈到这份荣耀呢 他激动落泪 他说他希望呢 透过照片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湾 更爱这片土地 高山的矮建筑被大雪冰封 尖锐的灵教和澎湃的云海 及远方缓缓升起的日出 给人一种超现实的视觉感受 而打败全球一万八千名摄影师 入选为国际摄影赛优胜的张军红 看见自己和台湾的名字 被印在全球性的阅历上 激动的不能自己 好 现在 很感动 开心之情一语言表 而从事天文及风景摄影工作 有十五年之久的他 每个月至少会上山三到五天 每一张壮丽的天文及风景照背后 都需要好几个小时的等待 而得奖的作品更是让他吃足了苦头 他其实下面都是中空的 所以我可以说是连滚带爬一直爬爬 拍摄的辛苦历历在目 而跟网友们分享得奖的消息 短短一天的时间就获得了上百封的回复 有人说他是台湾之光 但对他来说成就他的 是台湾令人惊艳的美景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放